随着台湾人口不断的老化 长者生理机能衰退已经成为了交通安全的隐忧 因此卢州监理站特别加强宣导 呼吁不开车或是骑车的长者可以办理缴回驾照 或是通过测验来换短效的驾照 交通部推动高龄驾驶换照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 卢州监理站提醒75岁以上的长者 必须通过体检以及认据的测验 才能换短效的驾照 因为高龄患照我们依据交通部统计 大概我们平均年龄在75岁到85岁 这些高龄者他的用路的交通的事故是居高不下 所以交通部有推动了高龄患照活动 那如果需要患照的话 他除了需要体格检查体能测验之外 这基本的尝试之外 那还有一些他的一些认知功能 也要经过一些检查 比如他的记忆力还有他的活动能力 那如果说这边都通过的话 那我们会合花给他三年的有效的驾照 过去四年来65岁以上驾驶车祸死亡人数增加将近一成 受伤的人数也一样有增加 因此也鼓励长者可以主动缴回汽机车的驾照 改搭大众运输工具 那因为年纪比较大的长者 那他可能他的驾驶能力跟他的那个判断能力都有一点落差 所以交通部目前的高龄患照这些活动 大概是希望就是高龄患高龄驾驶 他如果没有在驾驶的需求的话 我们希望他把他的驾照搅回 就不要再开车搭乘大众驾驶工具 认知的功能测验分三个程序 包括对时间和空间的正确认知能力 进程记忆思考能力 以及判断力和首脑并用的能力 希望了解高龄驾驶者的状况 第九方箭凯琳锦于卢洲采访报导